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干嘛呢呀 杨华 我希望你和小师妹保持点距离 大师兄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当着大家的面跟他嘻嘻哈哈的 不怕被人说闲话 我愿意跟谁聊他是我的事啊 他们愿意说就说好了 你也没资格管我 彪局上上下下都知道我们是一对 我怎么就没资格管你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那么随便了 承越 我告诉你 我跟你没关系 你也没资格管我 更不要以后在别人面前乱说我 哼 严谦啊 程大哥 我跟于大小姐没什么的 少来 别以为你嘴皮子很会哄女孩子开心 就很了不起 原青也不会吃你这一套 大家萍水相逢 这趟飙完了回到天津各走各的 说不定一辈子都不会见面 你这又何必呢 那就最好 不要打原青的主意 爹 这一半天安平标局的人 是不是该回来了 嗯 你说咱上次夜袭安平标队 我估计于建平肯定知道是咱们干的 我还怕他寻仇不成 不是怕倒是不怕 他日后少不了麻烦吗 没想到这次偷袭失算了 管他呢 尽管其变吧 露萨 锦腾先生 你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我还有个准备啊 看着 露萨 不必客气 我这次来 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真的 来 坐坐坐坐 坐 不知道锦腾先生 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 你的那些货 这两天就到天津码头了 要准备接货 真的 这次不会被查封了吧 不会不会不会 你知道 挡我道的人 我已经给除掉了 这是这批货的样品 你看看如何 好 好货色呀 上等的好货色呀 我真佩服你们办事是真利索呀 你放心 我们肯定赚得个盆满钵满 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不回忽利才是合作之道 中原露萨你也如愿以偿 那是 今天晚上我做东 我请客 好 露萨 我有一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您说 我 多年前 曾奉少主之命 来到中国 追查一件事情 露萨可曾听说过 复国珍宝 复国珍宝 听说 荣毅太后在退位的时候 把死京城的一批宝贝 秘密珍藏起来 就是为了复国之用 不过这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情 不会是真的吧 我们少主得到了可靠消息 这不是什么传闻 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当年来中国 就是调查此事 追查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 线索中断了不说 还害我损失了两个精干的帮手 我也差点在少主面前切负谢罪 您是说 你们查到了这批珍宝的消息了 不错 正是如此 那批珍宝又出现了 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邀请陆桑加入 但不知 那批珍宝在哪 在什么地方 我听说在多罗哥哥手里 多罗哥哥 多罗哥哥是谁啊 她是你们龙玉太后的外甥女 龙玉太后 让她把那批珍宝 运到天津藏了起来 我也只查到这里 有人说她死了 有人说她出国了 反正再没有人知道她的行踪 能得到荣誉皇太后的信任 并参与珍藏珍宝 这个德罗哥哥不简单哪 不过四大皇上没了 这些八旗子弟啊 惧怕革命党的报复 不是跑了就是改名换姓 要不就随了夫家姓 没得找啊 陆桑 不如我们再谈一笔生意如何 您不愧是让我找那个格格吧 这个是大海捞针哪 多好干哪 根据情报 多罗哥哥把那批珍宝 运到天津藏了起来 怎么 在你的地头上找个人都犯难 这句话你点到我的要害了 在这个地面上我要是找不着 那不让人家笑话吗 只要你能找到那批珍宝 我森井竹市会社的生意 让你独家报了 好 痛快我就喜欢这个 不过社长 您的货源可要跟上啊 只要你能避开针机队 我保证货一定源源不断地送到 那有什么问题 包在我陆长风身上 余承恩 官主 后院看过了 没见到姑爷 官主 前厅和演务场也没有 官主 花园后墙上有脚印 好像有人从那翻墙 官主 余承恩一定是在夜里跑的 余剑平 我非你还自命英雄侠义 居然殊职联手演戏来骗我 我一定不会放着他们 哎呀 爹 算了 您说您这又是何苦嘛 女儿可早就跟您说过 余少爷他不喜欢我 你说强迫有什么意思 您就是非要接这门亲 弄得现在整个苍州都知道 高架要嫁女 要是新郎逃婚的事情 再被传出去 那女儿可真就没法再见人了 余承恩这个混蛋 是他自己又折回了提亲 我才答应把你嫁给他的 现在弄成这个烂瘫子 让我高振营的脸往哪儿搁 官主 安平镖局欺人太甚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解荒 通知下人准备 我们去天津 找余振平讨个说法 是 把人装好 好 再来 再把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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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回家了 你们俩去歇车 好嘞 你 把马喂了 杨兄弟 你来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好 赶紧喝水带了吗 这是一半的标例 请帮我还给阳公里 五人街标 根本就不是你们标局的问题 不必这样 按规矩 没有完成交标 我们的标例只能收一半 这一路上 一大伙人 他们一路吃喝住宿 这笔开销不是小数目 你现在把标例 托一半给我 岂不是要赔本 安平标局创立百年 保了无数次标 从来都是以标主的利益为先 规矩 以标局的名声为重 钱 不是太重要 这是我们俞家 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规矩 不会改变 好吧 大掌柜信以为先 不愧标行翘主 既然这样 我就不推让了 还有 我得回去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先走了 好 走不了几十年 还从来没遇到没戒标的 二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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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恩回来了 承恩 好 好 阿华 好 我们以后还会再接见你 我 我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 要请你喝广式早茶的吗 可是广东那么远 谁会为了喝早茶 专门跑到那去啊 你要回广州了 我 我暂时还不会走 我暂时还不会走 你要长州天津了 可能会在天津待一阵子 那有空的话 我一定会看你 你说的 不许赖皮 谁赖皮 谁是小狗 那为了不当小狗 看来我要经常来看你了 说定了 好 我先走了 再会 再会 你看妈啦 真辱迷啊 岩柱子都快掉下来了 你小喜岩柱子掉进去 乌乌乌乌乌乌乌 滚完了 这 追不回来 你嘴皮子怎么不掉下来呀 竟说些不着调的话 那我说点着调的 你不会喜欢上那谁了吧 谁说我喜欢上杨华了 我可没说杨华啊 杨华是谁啊 一切就叫此地乌银散百两 你不打自兆啊你啊 我跟你说 你小心点承越 他那醋瘫子你也无事不知道 老吴大个儿了 他是醋瘫子 关我什么事 我一直只当他是哥哥 还有啊 这件事 你不许胡脸脸 否则的话 不请你喝酒了 那好说是吧 岳生寨就在那边 来拌紧牛肉 我这人爱狐脸脸 没东西堵我嘴我就 得堵住嘴 得堵住嘴 想得美 出事了 儿子 来 儿子 来 儿子 别担着 儿子 儿子 我们先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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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一切都让于建平给毁了 他杀了我爹害得我家破人亡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老天爷 请保佑韩芸这次可以手刃仇人 威蝶报仇 姐 韩芸 你没事吧 怎么样 我没事 把于建平杀了吗 一路上只是有很多机会杀于建平的 可是我们后来遇到了土匪 本来我想趁乱一枪把于建平打死 结果没想到我差点被土匪给杀了 反倒是于建平他救了我 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 一命长一命 量轻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其实于建平是个挺有原则的人 他把那些土匪都抓去送官了 如果换成陆叔叔的话 肯定当时就杀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 我 我什么都没说 你就别误会了 我肯定会继续杀于建平的 韩芸 姐不是怪你 虽然是杀父之仇 但你从没杀过人 有欲不决也是正常的 是解错了 姐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来扛 为爹报仇是咱俩的事 杀于建平的事情 姐以后也会出一份力的 姐 你 你千万不要乱来 你真的不是他的对手 放心吧 我不会那么傻 轻点 娘 好好好 好了好了 娘轻点啊 你也是的 这么大了 也不知道给爹娘省心 你看你受多大的罪呀 这二弟也真是的 是啊 他是大掌柜 要打要罚 他说的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可是当着大家伙的面 我们半个步子都不能说呀 可他也要顾念一下 我们当爹娘的心情啊 承恩毕竟是他的亲侄子 他也真吓掉了这个狠手 照我说 这小子不该打吗 上次燕青被连累犯错 那可是个女儿家 那也是二弟的亲骨肉 那不是照打不误吗 要我说呀 这小子犯了这么大的错 打这一点都是轻的 儿子做错了事情是该打 可是谁没犯过错啊 你没犯过错 还是他没犯过错 我们走标的时候 都个顶个的不出错吗 打不要紧 可他不能打得这么重啊 少打几下不行吗 打坏了身子 以后怎么给我们瑜伽留后啊 行了行了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打少了 二弟怎么管理镖局啊 那其他的人会服气吗 你到底是帮着谁说话呀 我向着李说话 承恩是我的儿子 不是你的儿子呀 儿子被打成这样 你不心疼吗 看这伤势 十天半个月都好不了 你当爹的也不安慰几句 你知不知道 这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高振英能吃这个哑巴亏吗 说不定啊 他会带着人来评了我们安平标局 天塌下来 不是还有你二弟呢吗 他是大掌柜 他就得扛这个责任 现在呢 我什么都不想管 照顾好我儿子 比什么都重要 承恩 这几天呢 你男好好的养伤 哪都不要去 听话 那不行 我还欠着赌债呢 要是出不了门 人家费上门杀了我 娘在呀 娘帮你还吗 欠多少钱啊 娘 不多 一百七十五块大呀 臭小子 把手伸出来 给你两百 剩下零花 谢谢娘 这儿子呀 这儿子呀 都让你给宠坏了 我不宠他宠谁呀 总不能让别人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大哥 二弟 来 坐 酒入愁愁愁愁更愁啊 哎呀 二弟呀 这他苗没宝成也就罢了 现在还得罪了高震英 他连儿子都不让我管 现在眼看着就要出大事 哎 算了算了 能过一天算一天吧 这个高震英不仅武功十分高强 态度上也非常强硬 这次我们让他出了这么大的招 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哎呀 成啊闯了这么大的火 是我这个当爹的管教不利 二弟呀 让你为难了 大哥对不起你 哎 大哥 亲兄弟说这些干什么 这么多年 要不是你帮我 我们也成不了天津第一表局 那是你自己有本事 外人看着你风光 可是你的难处 只有我这个当大哥的知道 你当这个大掌柜有多不易呀 大掌柜 这千金重担是不好当 如今是时不与我 时代变了 夕阳那些怪里怪气的东西 全都进了天津 弄得咱们安平标局 逐渐没落 好 二弟 你也可以改一改 咱们别守旧了 不行 咱们镖局祖上传下的规矩 我不能干 好好好 咱们不谈这么严肃的事 咱哥俩啊 已经好久没有喝酒了 来 今天咱们多喝点啊 好 韩芸 姐 你就放心吧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记住了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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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玩 哥哥 把球还给我吧 接着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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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小姐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你小船小心点啊 没事 小姐 我们走吧 没事吧 小姐 动作快点啊 哥哥就要回来了 厨房里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哥哥爱吃的菜啊一样都不能少 知道吗 是 哥哥房间里的摆设啊都要布置好 千万不要漏下什么 哥哥进门要喝的燕窝粥 一定要熬足火候才行 你们真是让我操心哪 郡主 我把燕窝熬好了 加了冰糖 不甜不淡 您先尝尝 小雪啊 王府这么多下人 只有你最了解千惠的喜好了 哥哥一走就是好几年 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呢 可不是吗 好了 要ene 能不能现在 到梦都accord你了 再过去好 也不很虽然 来了 填布 了吧 快起来吧 咱们进去 姑姑 几年不见气色还不错吗 你看 这些都是我从大不列甸给您带的礼物 法兰西的化妆品 古董首饰盒 小菊啊 这个是给你的 给我的 谢谢哥哥 看看喜欢吗 我一个孤老太婆 难得你还这么挂念着我 总算我没有白疼你一场 姑姑 我额娘过世的早 要不是姑姑照顾我 我怎么没有今天呢 孝敬您啊 也是应该的 是啊 要是你额娘还在 那该多好啊 姑姑 这几年家里好吗 阿玛好吗 大哥在杭州发展事业 听说做得还不错 哎 想不到堂堂皇族 如今也要自食其力 真是今非昔比了 像当初太后在世的时候 我们王府是何等风光啊 太后过世已经多年了 只可惜我身在国外 赶不及回来送葬 哎 姑姑 这次阿玛发急电召我回天津 有什么事儿吗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她只是说有要紧事 叫你无论如何都得回来 她还特意交代 说你一回来就赶紧给她发个电报 也许只是太想你罢了 好 小菊 马上给阿玛发个电报吧 就说她的宝贝女儿已经回来了 高管主 高管主 不必废话 于建平 你侄子不辞而别 拿我镇营馆当什么地方 这件事情我也是刚刚知道 我正要赶往苍州去 找管主交代 少来这套 于建平 要么把于晨恩交给我 押到苍州完婚 要不然我们统统快快打一场 好 这件事情应该有个了断 大哥 快叫承恩出来 跟管主回苍州 好 不好了 不好了 二弟 当家的 我们家承恩 我们家承恩自杀了 什么 大哥 我现在马上准备车 送她去医院 延青 承越 我们走 好好好 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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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吓唬娘 你千万不要吓唬娘好不好 承恩 你怎么这么傻呢 就算你不想结婚 你也不能寻死啊 娘 娘子 娘子 爹 娘 我对不住你们 二十多年来 竟惹你们生气 这辈子我不能报恩了 下辈子 做牛做马 再来报答你们 儿子 父 不许想送 你会没事的 承恩 你怎么这么傻呀 来来来来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呀 慢点 慢点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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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姐 对不起 一千亿万个对不起 我说你丑 还讨婚 害你明节受损 你 就算是你 原谅我 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我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就算是我和你成亲 你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对不起 于少爷 你千万不要自责 我没有怪过你的 我二叔呢 就别二叔了 他准备车马呢 话那么多 赶快就医 来 慢点 慢点 来来来来来 就算你不想结婚 你也不能寻死啊 干什么去啊 人家为了不娶你 都喝了毒药了 你还有脸追过去 我这脸都丢光了 赶紧回家 你们去追才丢脸哪 你说 承恩他要是没事还好说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那就是咱把他逼死的 他死了也活该 爹 于情于理咱都得追过去 要去你去 我丢不起这人 我去 你回去吧 我会处理好的 你回来 你 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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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恩你醒醒啊 来 承恩 承恩 承恩你醒醒啊 你会没事的啊 你会没事的啊 快来来 让一下 你们不要进去 小心点啊 承恩啊 你这个臭小子 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你要寻死呢 你要是没了 你要也不活了 哎呀 你想说什么呀 这不是还在旧嘛啊 承恩 啊 哥 让你给我口吐白沫的药 你给我什么玩意儿这么苦啊 你想读死我呀 哎 你这个要求太高了 既要口吐白沫 又不能出人命 也只有屈冲药才有这个效果呀 我跟你说啊 我是看在朋友的份上我才帮你演戏的 不要险东险西的 再啰嗦 小心我不帮你 让那个高小姐帮你回苍州 做一辈子老婆弄 别别别别 我的好大哥帮人帮导体 哎呀 我是上了贼船了 又装死这招逼人家走 这么绝的点子 只有你能想得出来 不是 我这是帮我二叔的嘛 那好吧 我先走了啊 来 大夫 医生 医生 我儿子怎么样 没事吧 他种这个毒毒性很强 而且 服用量又大 不容乐观啊 医生 请帮帮忙帮帮忙 大夫 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活他 他不能死 我是大夫 我不是神仙 对 以他现在的情况啊 你们还是准备后事吧 医生 医生 小川 来来 坐坐坐 坐坐坐 好 于夫人 于少爷吉人自有天下 他会没事的 我儿子 我儿子不过二十几岁 就算他是逃婚 也罪不至死吧 你说你们高家 拿你们的名头压他 现在不好 还追到了天津来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 对不起 于夫人 我压根没想到于少爷会 我现在让你把我好端端的儿子还给我 还给我你听没听到 好了好了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都是你不好 借什么春雨绵绵 为了一支区区还搭上了我儿子 现在好了你们都满意了 我告诉你 他要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我后想春雨不活了 好了 要我一头杖死算了 小婷儿 嫌大了 行了 于环知道 现在说什么都无尽于事 做什么也弥补不了我们高家的过错 于环不设求你们的原谅 只希望 可以陪伴于少爷 不 万一 于少爷 我就守着他 终身不嫁 完了完了 生我一辈子 我 我 我 跟我想的 不一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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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手金钱镖 可惜 这是你最后一次用镖了 你是来杀我的 你随手一镖 就杀了我爹 害了我姐终身 如果我今天不杀了你 我还算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你爹是哪一位 总统府侍卫长 柳赵红 你是他儿子 柳韩云 柳赵红 智勇双全 是条汉子 只不过可惜啊 别装了 我定是中了你们的圈套才会失手 我身为标师 自然需要保护标主的安全 并不是有意和你爹为敌的 这趟标下来 我了解你的为人非常正胖 如果没有这段恩怨 我一定把你当成前辈一样好好尊重 可是 你害了我们柳家 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们得有个了断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 我们之间也不会走到这种地步 少废话 余剑瓶 受死吧你 不要阿华 你走开 我不想伤害你 我更不想你伤害我爹 你也知道 他不是有心的 你又何必以命相拼呢 我只知道 我喜欢你 你和我爹 我不想你们任何一个有事 我求求你 放过我爹吧 我们余将愿意做出任何补偿 只要你不伤害他 你走开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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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你先进来 先坐下来 不用扶啊 没关系 坐好啊 扶着 没事吧 你看你把自己喝成这样 你这样子还叫大家闺秀吗 父亲死了 家被抄了 我还算什么大家闺秀 我高贵给谁看呢 这些天你都去哪了 每天晚上这么晚才回来 把自己弄成这样 我去找爹爹之前的朋友 看有谁能替爹爹报仇 可那些叔叔大爷们 平日里和爹爹称兄道弟 一遇到事情 不是闭门不进 就是撒手不管 每一个讲义气的 倒是陆长风还算念旧情 姐 你小心一点 陆叔叔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是吗 是啊 他为了保自己的命 连他手下人的性命 都可以不管了 这种人还信得过吗 我们还有的挑吗 还有谁能帮我们 现在有一个肯帮我们就不错了 早点睡吧 stret 呃 哎呦 滑坡坡师 满 他是假 嘴 看 他 前 还有 homem 直接 DS 平时何别了 天都不靠 高杰深陷了不高 包子花白莲 把花变不少 天都不靠 喜飘来天上见了 照醉对着天 醉了你应该走 天都不靠 高杰深陷了不高 包子花白莲 把花变不少 天都不靠 喜飘来天上见了 照醉对着天 醉了你应该走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